年初這位父親帶女兒到高雄一間加油站洗車 沒想到清理車內的吹氣風槍 成了殺死女童的兇器 時隔四個多月高雄地檢署 檢方偵查終結報告內容出爐 當天下午3點01分 父親拿風槍清理車內 隨手放在副駕駛座 3點15分女童拿風槍朝自己身上噴 父親只有口頭告誡 沒想到兩分鐘之後 女童身體抖動抽搐 送醫後已經死亡 風槍噴出的高壓氣體 瞬間壓力直接造成傷害 3歲女童肺臟破裂出血 頭頸胸跟腹部氣腫 心臟氣體栓塞 檢方一報告結果 將女童生父起訴過失致死罪 那她自然有責任 應該要來照顧跟留意女童的狀況 並隨時為必要的處置 可是在案發當時 她並沒有注意到這裡 任由女童來把玩空氣噴槍 那導致說整個高壓的空氣 來灌入到女童的體內 女童年僅3歲 現場也只有父親是唯一親屬 卻疑似任由女童把玩風槍 導致女童重傷死亡 認定父親涉嫌過失致死罪 交戰的風槍奪走3歲女童性命 究竟是女童把玩 或者是有旁人加工 引發全國議論 如今檢方報告出爐 女童親生父親也確實難逃 法律責任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談評審 主題